怎麼聽還是小孩很高興 但是在其實台灣的這個家庭的想法裡面 常常都會認為 我們其實是一家人的財富 18歲這個身分 他已經變成是一個 家裡多了一個節稅的人頭 沒講人頭 好怪對不對 但這是合法的啊 謝謝 歡迎收看 無淡如聊好房 你想不想回到18歲 現在18歲又成為一個重要問題 不管是公投有沒有過 總而言之 2023年1月1日 成年的年齡就會下修到18歲 那麼18歲有沒有跟這個 不動產的法律有相關的部分 有什麼東西 如果你的孩子剛好是在這個什麼 16啊到18之間 有什麼可以在現在規劃的呢 你一定要聽聽看 我們請到了艾蜜莉會計師 戴如姐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艾蜜莉會計師 那我們今天就這個主題 很簡單的跟大家講一個觀念 就是在我們的其實在睡法裡面 是會把我們的未成年子女 以前是20歲嘛 以前的成年年齡是20歲 所以20歲以下的小孩 都會當作是我們這個家庭裡面 其中一個成員 那因為我們的這個不動產的睡法裡面呢 有很多優惠都是給 比如說自己用的 然後自用住宅 自用住宅就會享有很多優惠 比如說有房屋稅的優惠 有地價稅等等的各式的優惠 那我們自己用的這個家庭裡面的成員 包含爸爸媽媽跟未成年的子女 我已經聽出了第一個重要問題 也就是假設我的小孩已經到18歲 對不對 他還可以家裡多享有一個 自用住宅的稅率 是是沒錯 你就不要讓他一直放在家裡 假設你有兩間房子 一間在付自用住宅 一間在付被人家當成一般稅率了 那你就把這兩間都變成自用住宅 可是問題是那一間必須要在18歲的兒子名下 是沒錯 借他住不算 他會很高興喔 為了要自用住宅 等於是把房子贈餘給他咧 是啊 有可能是新的也不一定 因為現在的很多父母的這個觀念 都是說我就是買一間 可能是新房新城屋 以前是20歲我才能買給他對不對 對 繼承的除外嘛 是是是 可是現在就是只要你17 8 你就開始 可以幫他買一間房子 是 怎麼聽還是小孩很高興 但是在其實台灣的這個家庭的想法裡面喔 常常都會認為 我們其實是一家人的財富嘛 18歲這個身份 他已經變成是一個 家裡多了一個節稅的人頭 我們講人頭 好怪對不對 但這是合法的啊 是不是 就是在稅法上 它的定義就是18歲 他已經成年 所以房屋稅的部分 因為全國我們只有三戶的最低稅率 而且本來是用一個家庭來處理的話對不對 我跟我老公只能有三間喔 不是我三間他三間喔 那如果要第四間 那一間就不能用 是用住宅優惠稅率 但是如果小孩他成年 他自己就是獨立的一個 就變六千 對 反正應該還沒結婚 是 結婚那可能就是另外一個議題 要去思考的 那如果說是地價稅 我們全國就是一處嘛 因為我們地價稅的用地的優惠稅率是千分之二 但是你如果是一般的 那就是千分之十 那這樣子的那個稅金就差很多 這個是地價稅的部分 再來還有像我們房地合一稅 我們房地合一稅 現在有自住房地優惠 就是說現在出售不動產 你用薪資的話 我在出售的時候 是不是就是房家地的所得 那我的稅率最低也是15%嘛 但是我如果是用住宅的優惠的話 那也可以有免稅有400萬 優惠稅率10% 可是雖然他是家庭資產 但是房子要先在小孩米家才算吧 對 但是通常 幕後的操盤的也都是父母嘛 但是操盤的話就是說 我要賣 假設我有個小孩叫Mary 那他剛好18歲 這房子先在他名下 然後他賣掉 才能夠用自用稅率嗎 應該說我們的自用住宅的優惠是 你六年只能用一次 那如果說我原本他才是七歲 就變成我們家自己用掉一次這六年 但假設未來六年內 你還要再賣一戶的話 那我們自己這個家庭已經用過了 但是他成年了之後 他有一次啊 那需要在他名下嗎 對 要在他名下 對 所以中間還有一個正語或者是 移轉的問題嗎 對的問題 那你就要去算說 那是不是滑得來 不過我一直覺得喔 還有一個移轉的問題 一般人喔 其實賣房子喔 都不是運籌圍幄那麼久 都是為了換屋 對 所以他應該沒有辦法說 為了節省自用稅率有沒有 多一次然後先給小孩 小孩在賣掉 通常都是用新的房子 就可能 小孩的成年禮啊 他可能就有自己獨立的一個房子 哇 現在小孩 如果你爸媽喔 有給你閒著金湯匙銀湯匙 出生的話 那你18歲之後 提早兩年享受這個優惠的待遇 是的 可以擁有自有的財產 那我們再回來講 其實還有一個是土增稅 因為土增稅台灣其實 客的稅率也還蠻重的 我們如果土增稅是用一般稅率 20% 30% 40%的話 那一種都算蠻高的稅付 那如果說我們可以用優惠稅率10% 10%裡面有一個叫一生一次嘛 另外一個是一生一屋 那個一生一屋 他的限制條件也是 我們父母在家未成年子女 所以說只要子女18歲 那其實他也有他自己的一屋 你就可以不需要一直只有一個房子 那還有什麼事情 在理財的父母需要注意的呢 有一個很重要提醒大家 是在食物上 經常如果是家裡的這個房屋 戶數比較多的父母 常常會把小孩的這個戶籍 設在某一間房子 那這一間房子有可能是 想要未來要去申請適用 就是所謂的重購退稅 如果是有規劃 重購退稅的方式 想要退回來的 請大家記得有一個限制條件就是呢 他必須是家人配偶或未成年子女 有在這個房屋裡面設戶籍的 但因為他規定的是未成年子女 所以如果您的小孩 他已經16、17歲 等到明年18歲的時候 他已經是成年了 所以你如果到時候把房子處分 你要出售然後要去退稅的時候 就不符合這個資格了 一定會有很多人剛好卡在這個地方 可能他有好幾間 那可能 本來20歲才成年 現在讓你提早成年 你就不叫未成年子女喔 已經是成年 那你就不符合那個要件 所以到時候 你如果有這個規劃說 我要退回來嗎 我可以去補一些稅 但是到時候反而是不能退的 勢必這個戶籍也要去做一下盤點 對這樣子比較能確保說 到時候你的這個退稅的權益 還是不會受損 18歲就成年 也就是家庭多了一個理財的人可以使用 在退稅方面 但是你剛剛講的 在重構退稅上就要注意啦 是是 本來是想用他的重構退稅的優惠 可是這下不行了 因為他算成年 不算未成年的子女 那還有沒有什麼要提醒我們的呢 有關於2023年的18歲 提早兩年這個門檻 因為已經18歲了 所以他個人其實在中所稅也可以獨立申報了嘛 所以說但獨立申報對於說 所得比較多的這個家庭來說 有一些是像鼓勵所得啦 或者是其他所得方面 但也可以及早去做一些相關的規劃 就除了房子之外 有些東西股票可以每年有220萬嗎 目前是240萬 已經到240萬 就可以到他的名下 讓他去負擔 所得稅 但是因為他使用的稅率 會稍微比較低嗎 而且他大部分沒收入嘛 對不對 只有鼓勵所得 所以算起來 基本的所得都是用雷進的 算起來他的門檻應該 就不要太多的話還在下面 是 哇 所以提早成年 好處對於小孩而言真不少呢 對於家庭的理財而言也算OK啦 對 但是就是會需要說 提早教育 教育小孩子理財的觀念 是 避免說因為你把這些財產 不管是不動產 股票給他 他是可以自由去動用的 講到了要教育小孩理財觀念 我其實一直覺得 上兩行只要理財不振 下兩就歪 爸爸如果喜歡賭博 下面呢就是 不管你在股市或者是在金錢投資上 你就是一個 好像在玩六合彩一樣的感覺 但是呢 怎麼樣教小孩理財 其實真的不容易 的確都是一種身教 你看這個巴菲特 他爸爸就是一個很好的投資家 他自己也是投資有成 所以呢他會去教他的小孩觀念 然後11歲就開始投資股票 然後會告訴他很多那個金科玉律 對 看財報 然後去買有價值的股票 錢不要亂買長期私有 其實這些都是他爸的觀念耶 對不對 無論如何啦 爸媽要很認真的 去找理財的正確法則 讓小孩在零用錢中 實務的學習理財 也是我們所建議的 非常謝謝艾蜜莉 會計師 也謝謝大家 小鈴鐺 我們不見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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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